算了,我管他的,我全部念过去 其实我也不知道到底有什么魔法 小红那么相信我这个弟弟 但他还是我弟 他变成这样,我们家都有责任 我会继续保护他 还不能让他们把我们送进去 没什么其他话了 好的,我就这样卡过Bug 到底 到底是什么意思 总之安娜的朋友已经被卖掉了 这边有写到 可是安娜不知道其实乔是这样的人 吧 乔应该是人口贩卖吗? 好像也不是耶 诶,我刚刚怎么下来的? 对,现在前面写的应该是指安娜没问题 然后梦梦被卖掉了 为什么有一些可以快转 有一些不行呢? 银湖安安哦 银湖安安哦 所以小红是谁啊? 我们在这里面有遇到小红吗? 还小红是我? 等一下,这边 嗯? 我们有采到什么青蛙吧? 里面有鸟 好,左边有个眼睛盒打开看看 这副墨镜 仔细看 有点像是女款的 又好像不是 戴上 看一下 哈哈 戴上干嘛 好,放回去 蛤?小红是被卖掉的女孩? 不是默默吗? 嗯,没有那种想法耶 怎么办呢? 我觉得这边才是她应该留的地方 呃,发现运人在意的照片 二分之一 这床没有任何想法 差点把她忘了 我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OK,就把她的那个拿回来 之后啊,我会重新把我那个 所以有一些评分 再调一下那个几句 刚开始我设定的太 呃,太窄了 我把三颗星当成是平均以上 我最后改成两颗星 这样的 平分的range可以比较快一点 其实有蛮多的观众这样建议我的 我也觉得蛮不错的 红热的东西 可是这些东西都不能动 脏衣服 诶,放声 得找一个合适的地方 可以从温室的小门出去看看 哦,太好了 总是有点事情了 温室的小门 结果男主是乔 嗯,我没看错吧 为什么你衣服上有一只青蛙呢? 没错,就只是一只青蛙 我正准备去厨房煮了吃了 不是除了防身吗? 好的 呃,是青蛙? 我觉得,你不是这样的人 虽然我才认识你没有几天 你怎么可能会对一只无故的青蛙下手呢? 为什么,我就不能吃它呢? 我觉得,味道应该不错 可是你知道吗? 知道什么? 老乔跟乔阿姨走之后 我一直在这里等它们回来 是吗? 我是想说 那只青蛙一定有个人 像我一样在乎它的人等它回来 为它们的幸福 我看还是放它一条深路吧 这个,其实 我本来就没有打算吃它的 我也不会去吃它们 它们? 你 我早就知道你在骗我了 以前的人 觉得青蛙的叫声是在其余 就把它当作图腾在崇拜 我也相信这个 所以它应该会带来好运的 那青蛙点头 可爱 我现在 准备去食堂 给它放生 那我和你一起去 你应该 没有从文士出去的钥匙吧 好的 好,要放生也就放生这个选项 去好好生活吧 它还会回来吗? 诶,这个错字也太多了吧 后面 连两句话都有错字 还有这一字 应该不会回来了 连两句话 我先回去了 超夸张 有一个很烦到的感觉 文字显示方式没错 这也代表这款游戏应该没有经过测试 一口水很充足 那这个为什么可以这样跳 我水很充足的井 现在还不是去这里的时候 我知道是这样的词 可是念起来 好 是我自己的我想错了 没事 但这个钥匙 实在是太色了 总感觉还差一点 怎么使劲都打不开 如果只是因为钥匙太色的话 好像是有办法的 去厨房找到有什么东西可以用得上吧 好色的钥匙哦 好色的钥匙 阿苗安安你好 有有有 这个这个 有在哪里呢 哎呀 有 有 有 那字念秀吗 秀是这样念吗 我现在要有 还是你在说 哎呀 你开 瞎人 落地柜 打开 啊 为什么 什么意思 他不是叫我厨房拿东西吗 不是啊 他刚刚已经明明让我下去了 可是 那我现在要做什么啊 快要生气咯 嗯 恋者在意的照片 我该怎么跟他聊呢 我要看 怎么了 这回 这回好像头有点晕 要不要回去休息一下呢 蛤 我觉得 你今天怪怪怪的 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呢 啊 有吗 嗯 你那页书已经看了很久了 而且 你看起来好像很热的样子 我 我 我不会是发烧了吧 看起来应该不是 你是不是在好奇一些事情呢 有吗 你问吧 你在看什么书呢 你在看什么书呢 不是这个 一定还有 你一定还有其他想问的 一直不敢说 嗯 我 我想问什么呢 你是这里是 问你一下好了 为什么要问我这个呢 福利院里 除了有孤儿 还会有什么呢 下面的照片我看过了 在里面 看到你了 像是 两三年前的时候 啊 是这样啊 如果 我勾得到的话 我早就想把客厅里的照片拿下来了 虽然我能理解 但是 我不喜欢你这样 他是鬼吗 所以 你真的是 嗯 乌尔 你想要重新认识一下吗 如果 你是被关在这里的话 我可以帮你 当然 没有人管我了 你在想什么呢 可是 但是 我还想让你知道 我不在意 你什么身份 哦 这样 也不在意吧 啊 什么意思 他把 他 他刚刚拿到出来了吧 对 黑化了 这样也不在意吗 我只想把你关在这里 还有 你不知道吧 我撒那么多谎 骗你说 这是普通的家庭 就是想让你留下来 我 我 你留下来吗 好不好 你想好了吗 嗯 哼 什么嘛 看来你是不想了 被讨厌了 我也不喜欢做孤儿 那还不如一开始就 做个死胎就好了 也不用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啊 真让人失望 你已经无药可救了 再见吧 啊 啊 哦 差点以为自己要断气了 是梦吗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梦呢 我 虽然有过心理准备 但真正见过这个地方后 根本无法原谅那种人 在这里住了几天 不管身体上 还精神状态 明显都变差了 真想早点离开这里 戴上它 我听到你起来了 我可以进来吗 刚刚什么意思啊 嗯 进来吧 完全看不懂 我也看不懂 我听到你的声音了 所以 上来看一下 你不要误会 我没事 我大概只是刚刚睡觉的时候 好像 咬到自己的舌头了 嗯 我想一般人是做不到的 我做了一个 很离谱的梦 才把自己吓倒的 哼哼 我曾经 梦在我在老乔办公室里射击腿 我都没有那么害怕 嗯 你应该不知道老乔是谁 老乔就是 他就是乔阿姨的弟弟 这个福利院的主人 你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这些呢 我跟你说这些要干嘛呢 你不知道事情还很多的 而且 而且 就算我不说 你也查得到吧 这是什么意思 哼 这是我乱猜的意思 我 你听到有声音就过来了 之前 也一直被你关照 一直以来 好像或多或少都给你贴麻烦 我都快不好意思了 而且 而且 我出现的 又那么突然 不知道你会不会 认为我这个人挺麻烦的 你干嘛这么说呢 我觉得 你人还挺不错的 而且一开始啊 该怎么说呢 我真的觉得你是一个超级冷静的人 出了车祸 还在森林里迷路 现在跟没有事一样 他怎么知道我出车祸 还是说 刚开始有讲 生锈钥匙处理好了吗 没有啊 我刚不是上来 然后就被关在那个 他也不让我回去了 他明明叫我到厨房 让我到厨房 然后找东西找不到 我回去就找不到了 我就不能回去了 我一直以来 都觉得你是个很厉害的人 很可靠的人 又怎么会觉得你贴麻烦呢 你也是啊 我们的想法 貌身很合得来呢 嗯 早晨 那鸟叫声吗 那边窗外好热闹呢 这是叫声吗 那扇窗户 平时都不开吗 外面是个阳台 乔阿姨觉得太危险了 就不让我去 开这个窗户 嗯 嗯 这样啊 你也不知道 怎么打开这扇门吗 我知道啊 钥匙就在这个下面的一层抽屉里 我打扫房间的时候 然后就打开通风一下 原来这么容易 唉 对不起我真的觉得废话太多 我们接跳过 帮你猪面 怎么那么日常啊 这到底对剧情的推进有什么关联呢 总是他帮我做面 就这样 不是他帮我做面 然后做到哪里去了 如果你在洗衣服的话 真的要生气了 干嘛还是洗衣服啊 到底有什么毛病 好 看到这个 最右边应该就是我们的那个 安娜嘛 那个高高的女生应该是 梦梦吧 嗯 就不太懂 他在干 这个游戏在干什么 他刚刚有提到阳台钥匙啦 没想到我真的是要搞这个 那我要怎么办 接近backending吗 不是 正常一定会点着空白键 点两下 然后就结束了 谁知道你要我 这什么 然后 大家记得吗 他明明自然很很慢慢的跑出来 然后刚刚那个地方自个我一下跑 跑超快 是故意的吧 是不是故意的 大家有印象吗 我再用一次给大家看 平常我怎么连点都没有用 然后 然后 你看我现在连点 然后在这个地方 请问一下是什么意思 在这个地方连点 然后自己也跑掉 是故意的吧 但是对话不行 然后那么重要的地方 让我直接点两下 直接 啊 气死我 好的 好的 开了 座椅看起来挺好的 你来了 原来 这里有那么好玩的阳台 你都没有告诉我 你之前也没有问啊 你以前 只要有想出去的念头 就会被乔阿姨打 而且我 别而且了 一起 来外面 晒毁太阳吧 去吧 怎么来 等等 我还有 小惊喜没有展示呢 你别过来 嗯 我做的小太阳 你是喜欢 加醬油呢 还是撒点胡椒粉呢 我 不怎么吃 躺心蛋 这不是躺心蛋 这是荷包蛋 你怎么这样 我喜欢蒸蛋 不过算了 下次 我做蒸蛋给你尝尝 我们去外面吃吧 来吧 还有个小茶桌 还有个小茶桌 外面的太阳 和你做的荷包蛋一样圆 哈哈哈哈 你在吐槽它吗 我还没有讲完呢 这不是荷包蛋 这叫躺心蛋 还是有区别的 我做的 你一定不会失望的 我做的 当然了 我可不止 带来这样好吃的 接下来还有 登登 我刚刚 去摘了几颗 樱桃番茄 我说过 要请你吃这个 就一定会做到的 我尝了一颗 味道酸酸甜甜的 刚刚合适 刚好合适 恰恰合适 欸 你怎么把我那份 也拿去了呢 喂 真是的 我帮她论一下 你常常喜欢 在这样的阳光下 吃早餐吗 还好吧 连着 这么多天 阴雨天 我好像已经很久 没有见过 这么好的日子了 你平常都在做什么呢 昨天也一个人 在下面 玩游戏吗 还是 你很喜欢料理呢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以前 总是看书 我特别爱着 的那几本书 都快被我翻烂了 后来我喜欢 留意生活中 每天发生一些 什么不一样的事 她对字好多 等一下喔 这不是翻译游戏喔 这是原创游戏喔 后来我喜欢留意生活中 每天发生一些 什么不一样的事情 又或者是 学会了什么新技能 比如我自己 换下了一个坏的灯泡 又或者 做出了一道 我从来没有做过的菜 如果 一直有这样的事情 我会很开心的 你应该 你应该 很热爱生活吧 如果和你做的朋友 你的想法 肯定也会 潜移默化的 影响到我吧 是这样吗 难怪我 难怪什么 没什么 那你应该 来算我的朋友吧 那我是你在这里的第一个朋友 才不是呢 我有个随身听 他才是 我的第一个朋友 那 萌萌萌是谁 你不会觉得 这件事很好笑吧 你要是这么觉得 我会记住你的 没有啊 我觉得很正常的 我也一样 小的时候 觉得自己 有很多朋友 后来认识一些同龄人 却感觉跟他们说不上话 但大家其实都很善良 我也有同龄人朋友 但 但我不确定 他算不算是我的朋友 不用想的那么复杂 每个身边的朋友 其实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有一个朋友跟你很有默契 你觉得 你们是难得的好朋友 但如果你也有另一个朋友 他跟你一点都不默契 却跟你有别 嗯 坐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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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住了 为什么 哎哟 快气死了 快生气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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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